大家好,我是东哥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天还没亮 急着发着一只狗 这一只小金毛 到起东的,江苏起东 离得也不远 赶早班车 七点半的就要上大巴车 我这边六点钟就要走 六点钟,一个小时到十里面 然后再去赶车 时间很急了 最近这段时间挺忙的 又要卖狗,养狗 发货,给客户聊天 还要上班 最近找了个工作 只靠卖狗 不够养家的吧 那天是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一般如果说不发狗的话 早上都是六点钟起来 起来喂狗 收拾一下 去上班 八点钟上班 然后中午 有时候会回来发货 一般赶早班车的话 就早上六点钟之前就发走 晚上的车的话都是中午发 如果是夜里车的话 下班之后再发 五点钟下班 下班以后还要喂狗 然后打扫狗房 差十 还要抽时间编辑视频 上传 回复大家的评论 私信 有时候我这边 没有及时回消息 请大家见谅 真的是太忙了 我们过来 现在家里面还有十几只狗 嗯 就是小狗啊 幼犬就十几只 这个笔熊 然后白泰迪 红泰迪 还有之前那个大萨摩 退回来那个萨摩 每天就光搞他们 至少都得三四个小时 然后这个萨摩 萨摩也找到新主人了啊 也要去新家了 上车了 上车了 准备走啊 给拍个视频 给客户看一下 准备收尾款 这边还是给他送到我们镇上的车站 大公交车 最早的公交车到市里面 直接交给托运 从公交车上面接到狗以后 再给放到大巴车上面 烧烧牢烧牢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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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